而另一边 铁矿石暴跌是否迎来了抄底机会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在两周之前已经跟大家重点说到 在去年铁矿石上涨了250% 今年煤炭价格上涨三倍之后 目前 天然气价格作为能源板块的另一个主要产品 它的涨幅对比另外两个产品依然显得非常之低 但是 自从我们两周之前的视频播出之后 到现在 天然气期货的价格再一次上涨已经超过了30% 而且在亚洲的天然气期货交易市场 仅仅是10月6号当天 其价格上涨幅度就达到了20%以上 那为什么天然气价格在最近突然出现暴涨呢 其实很大原因也是取决于 中国和印度到目前为止依然在持续的缺电情况 我们知道 由于印度和中国缺电的缺口是非常之大 短期之内其实是很难完全补上了 因此不管是中国印度还是其他国家 目前都知道煤炭的缺口可能在明年依然会持续 因此各国都在想办法扩充目前是清洁一些的火力发电能源之一 也就是天然气发电 那么对比煤炭发电的话 天然气发电所产生的污染会减少超过50%以上 所以在中国和印度继续需要强力煤炭的基础之上 天然气的价格也随着其他国家逐步重新转向清洁能源而开始涨价 那么这个反应战股价上的话呢 在过去的两周时间以澳洲三大主要天然气出口商作为代表的行业 其股价上涨幅度也都超过了10%以上 但是还是那句话 对比去年铁矿石对比今年的煤炭板块 天然气的上涨涨幅未来还有很大空间 再来说一下最近很多朋友们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过去的三个月铁矿石价格下跌最多达到了60% 现在能不能超低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相对于来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有的人喜欢吃辣 也就是愿意承担相对较高的风险 有的人喜欢喝汤 喜欢较为稳定较为保守的回报 那么对于铁矿石在暴跌了60%之后 未来能不能进场或者说现在能不能超低 它是因人而已 但是我的风格大家都比较了解 喜欢简单直接 总的来说铁矿石板块三家公司 必合必拖利拓和FMG 目前依然保持着每个月的正现金流 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每个月都在赚钱 而不是在烧钱 这对于一家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的运行来说至关重要 所以这三家公司都在赚钱 只是没有之前赚的那么多 那么咱们问题就来了 之后的铁矿石会不会出现崩盘呢 我个人觉得不太会 我们知道之前铁矿石暴跌很大原因是来自于中国 像恒大此类民营房地产企业出现了一定的资金链短缺 或者是债务危机 所造成很多楼盘开始停顿 或者说未来新开发楼盘会大幅减少 因此这些楼盘和建筑行业对于钢铁的需求量会减少 使得钢铁企业对于未来的产出预计减少 从而降低他们对于原材料也就是铁矿石的购买量 随着一连串因果关系导致了铁矿石期货价格 从5月到9月这段时间是出现了大跌 但是随着现在恒大的事件虽然没有出现巨大的崩盘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 对于恒大很有可能将会采取重组或者是部分重组的方案 因此未来它对于整一个房地产市场不会出现系统性的巨大的崩盘风险 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肯定还是要上涨 制造业还是需要钢铁的 即使是房价不涨不跌 但是很多随着这个城镇化的建设 二线三线四线城市 他们还是需要一些硬钢区的住房 而且这一部分的缺口很大程度上 也会从未来国家重点是在制造业 和我们说的这个能够产生大量就业的那些行业来补充回来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三家公司 即便是未来长期不会涨到以前的这个价格 但是从目前短期的底部上涨反弹的空间 我个人的保守估计至少在10%到15%之间 甚至于更多 当然了以上只能作为一般性的建议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决定您的做法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